我听说上个周 上个主日在这里讲多个 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在印度上做工 我们在印度上 我支持一位牧师 这位牧师叫皮西尔牧师 他是我们的会友 印度上的会友的宝朋友 他今天给我们一个祷告代表的需求 在印度那边的教会有一些新的信息 受到了很大的迫害 被一些比较机要主的一些穆斯林的迫害 其中有一个妇女她开一家杂货店 但是她的儿子是一个很强的穆斯林 她是那个暴力组织的女秀 在星期间来到教会 他开始听神的话语 然后开始慢慢地相信 耶稣基督是什么儿子 请为这件发生在印度北部的事情祷告 我们另外有一个消息是来自于西米 就是我们的刚刚参赛自己的天教室 她这个星期飞到迫古地基到哈萨培斯卡 她以为她自己作为西兰人 带着西兰人的护照 可以拿到落地签证 但是没想到到那里才发现 他们改变了一个政策 所以她要飞到伊斯坦布尔 在那里 她在那里已经去拜访过哈萨培斯坦的汉使馆 在那里她得到的信息基本上是可以的 请为她拜访 我们现在来讲 天父上帝我们爱你 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作成的那奇妙的神奇音 我们的生命会得到改变 我们会得到重生成为你的儿女 一旦成为我的父亲 终生是我的父亲 我们是你的儿女 永远是你的儿女 天父我们感谢你通过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 在我们中间洗澡 不论何时何地 我们这样聚集的时候 我们就在我们中间 父亲我们求你今天能够明确地 祝你祝我们成为更加强壮的基督徒 那因为我们都能够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极大的资源 今天我们为那位迫害教会的印度的人祷告 我们祈求是但愿他像那位使徒保罗那样 能够原来迫害教会 但是最终会来赐给你 打开他的眼睛 改变他的心意 我们现在也为苏西在线上保高 但愿他能够得到他的签证 我们求主能够帮助他 能够让他顺利地进行 他所门招所进行的工作 我们祈求基督徒保罗 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一段新闻 是在西伯来书里面中间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 我们在早上的英语禁拜中 再慢慢地查一些西伯来书的经文 我们在晚上的经文 查的是初哀祭禁 但是在西伯来书有一些经文 我觉得非常地重要 是我就想和我相会众来一起分享 我想今天这一段就是非常重要的经文 西伯来书的背景是写给那些已经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 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本写给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中国人 这本就是写给这些牧者 希望他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对抗 或者是任何的压力都不要放弃信仰 要坚定持守他的信心 新闻说的作者是要向我们启示说 耶稣基督是大于一切超过所有人 他比天使还要大 他比先知还要大 他甚至比摩西还要大 他不知道他的读者说 要与耶稣同情的时候要有足够的信实 用耶稣就是信实 这些教导的真理 对我们来说 和对当年那些早期的基督徒来说 是一样重要的 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些转折词 他有时候也会用一个转折词就是 让我闻这个词语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 因为欧洲人在英文里面不仅是说让我们 另外它有一个同义词就是生菜 但是只有欧洲人是吃生菜 我们中国人都吃生菜 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三个让人难以置信的 激动人心的真理 神赐给了我们他的话 第二点是神赐给我们他的儿子 第三点是神赐给我们他的诗恩宝座 第一点是他的话 这一段可以说是整本圣经里有关神的话 最好的教导 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圣经 神的话语就是这本圣经是非常独特的一本书 适合你所读到过的任何一本书都不一样 这是神所赐给我们要来帮助我们的一本书 西伯兰书的作者告诉我们 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有效 什么叫活泼的有效 我们可以简而言之地说 这本书都是关于神 因为神就是活泼的有效 神的话语 神的智慧 神的能力 神的权品 都是无穷无尽 神永远不变 他的话语是大有能力 神的话语是说有就有运力就有 当他说要有山 山就形成了 他把整个虚无混沌的宇宙就形成了一个美料 我们今天所看的宇宙的宇宙的宇宙就形成了一个奇妙的美丽的宇宙 神的话在我中间也是大有能力 无论我们经历好的事情还是坏的事情 神都可以把它变得很奇妙 有一位美国的指导家叫查尔斯星斗这样说 新闻会带给我们信息 小说会带给我们敏感 识标会让我们欣喜 以赛亚书55章11节说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 绝不突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 在我花花去成就的世上 必然通通 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 平平安安地引导 习宇宙的作者也提到 神的话是具有穿透力的 它可以进入我们的心 习宙的作者说 神的话也就像两面有任的利剑 我马上的利剑唱过正常 那他要去杀人的话是很有用的 当年彼得用来割大祭司的 服人的耳朵的就是这样的刀 很快 还有种比喻就是像 外科医生用来动手术的解剖刀 他可以把那些癌痴膏 全部割掉的那种 换刀 希伯书说 神的话也可以 进入我们的心并审判 原始的希腊文是 criticos 那意思就是批评的意思 那可以想说一个英语词 和这个希腊语非常接近的吗 那可以想说一个英语词是和这个希腊语非常接近的吗 criticism 那可以想说一个英语词是和这个希腊语非常接近的吗 yeah critique criticism but especially if you critique something you are discerning what the issues are 对于批评 评问 评问加上批评 评问的意思 因此神的话语是可以批评我们 也帮助我们分辨我们自己心中的心思和意念 这是我们其实最需要的一方 因为这是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来决定我们的行为 神的话语可以建成 可以挑战 可以定顺 然后神的话语才会修复 重建我们的心思和态度 使他们成为正确 然后再带来正好的行为 所以神的话就是这样一个奇妙 有能力 带有火效的一个体悟 可以让我们在这样的时代里能生活 因此让我们来珍惜 来看重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一个礼物 我希望你像你的牧师那样每天都来读经 当伊藤博士年轻的时候 曾经英文教会有一个传统 所以在圣经上写这样一句话 这本书可以让你远离罪 但是罪会让你远离这本书 让我们现在安静一会儿 在神面前自己思想 求神也帮助我们 我们是如何来攻读神的话的 也许神会帮助我们 更加喜欢乐的方法 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 神赐给我们 第二个可以帮助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的礼物 就是他的本书 第14节说 我们有一位尊荣的大祭司 对犹太人来说 没有比大祭司更加有尊荣的 他们有其他的能力和影响力 他们是神与人之间的忠王 一年中只有一次大祭司 代表整个以色列人民 进入到至圣所 但是耶稣是每时每刻 不断地把我们和神连接起来 我们在15节看到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受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有犯罪 耶稣有能力可以理解 我们面对试探时候的挣扎 因为他自己也经历过罪的试探 耶稣不仅能够理解 他也能够帮助我们面对试探时的增长 因为他没有因为试探而跌倒 因为耶稣是完全的神 又是完全的人 所以历史上有很多神 就这样的讨论说 耶稣到底有没有办法罪 在我们的铁金书里面 有长篇大论的文章 在讨论耶稣到底有没有犯罪 但我很喜欢改革宗 马丁路德所说的话 当天使想找乐子的时候 就找几本解经书来看 作为人来说 我们实在不知道天上究竟发生什么事 我们只知道 从圣经里面读到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在他的侍奉神的过程中 一开始在旷野 遭受了极大的试探 然后他四十天禁食 然后在他教练结束的时候 在克西玛医院 整个晚上都以身奖励 他的汗和风血一样都在地上 有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文学家 叫C.S. Lewis 他写了一本书 翻译中文叫做《凡补归真》 其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 关于罪和试探的这样一段话 I'll read it all and then Sylvia can translate A silly notion is current simply does not know what it would have been like The only man who knows to the full what temptation means C.S. Lewis 这样说 当下有一个愚蠢的概念便是 好人不知道什么是试探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谎言 只有那些努力抵抗试探的人 才知道试探有多么强烈 说到你只有抵抗过敌军 才会发现对方军队有多强大 放弃是没有用的 你只有顶风而行 才会发现风力有多大 躺下来是没有用的 如果一个人在试探面前 五分钟就让步的话 不可能知道 如果他是抵抗一个小时后 是什么样状况 从我总承认而言 这正是因为坏人 对什么叫坏所知甚少 他们一直在让步这面 保护伞下做日子 我们若非常试 与我们内心邪恶冲动的力量 都真的 便永远无法知道 他有多强 但是因为基督是唯一 从未对试探的力量 想过的人 所以他也是唯一 彻底知道 试探意味着什么样的 因此十四节说 让我们实定所承认的道 让我们紧紧抓住耶稣 唯有他能够在试探中帮助我们 在这里用希腊语用的 那个抓住这个词 就像当耶稣 一初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玛丽紧抓住他的时候 那个抓 她曾经在死亡 碰过死亡 失去过耶稣 看到死过复活的耶稣以后 但再也不想放他走 所以紧紧抓住他 当我们紧紧抓住耶稣的时候 便能得着能力和得胜 当我们紧紧抓住他的时候 他这位大祭司 就会把我们和天上的神 连接在一起 让我们再花一点点静默的时间 让我们反省一下 我们面对现在 我们每个人面对什么样的事 神如何可以在这个时候 帮助我们 到你就可以开始了 就会把我们的血缘 在这種认识里面 没什么事 放下来 Senin这种东西 神赐给我们这些基督徒 第三个很好的领悟 就是他的诗恩宝座 通过耶稣这位大祭司 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这是一个惊惊动过的神奇的真理 让我们就想象一下 在天国天堂 所有的荣耀的中心 就是神的宝座 但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 因为信耶稣的缘故 可以坦然无缺地来到 神的宝座面前 在神的宝座面前 我们可以找到恩典 也就是神的 在神面前我们所不配的恩惠 我们每一次翻译 每一次饮杯的时候 也就是我每一次临圣餐的时候 都要记得这件事 但是就好像在电视广告上所说的 但是请一请还有更多的 因为在恩典这个词的含义里面还包括恩典的恩赐 在英语里面有个字叫 就是表明恩典恩赐 我们可以坦然无缺地把我们所有的需要 带到神的面前 在16节 作者告诉我们 神可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神可以随时来帮助我们 赐给我们所需要 祂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智慧 所以我们要向他求智慧 祂就赐智慧给我 如果我们需要彼此相爱的话 但是我们又没有能力去爱 我们就向神求 神就赐给我们的爱 我们需要人生缺少方向的时候 我们也向神求 神就给我们的方向 如果我们的生命中缺少平安的话 来到什么眼前 神就赐我们的平安 不仅仅是不再挣扎 而是真的是有足够的平安 常常我们也需要耐心 所以神也赐给我们耐心 往往神也会赐给我们一些 我们靠自己的能力 是不很做到的事情 但是神也赐我们 能够进行这些事的能力 在这里所用的语法 在英语里面是现在进行实 也就是说我要不断地 随时地 持续地来到神的面前 在这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完全可以翻译神的意思像 即时里面 神的帮助是不早不晚 神的恩兴 神的恩赐 我们需要的时候 神就赐给我们 有的时候就是 不能够太快 常常我们会觉得说 为什么神现在 神的帮助现在还没有到来呢 但是其实你在那个时候 可能还不需要 所以我们要坎然无惧地 来到神的面前 充满信心地来到神的面前 相信祂会共用我们所有的需要 我们在耶利女书这本新知书里面 第29章看到耶和华这样说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自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脏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你们要呼求我 反报我就应允 你们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 我就必须见 接下来在耶利女书 第33章 第三节 有这样说 你求报我 我就应允 并将你所不知道 又大又难的事 指示 让我们再画一段静默的时间 让我们再画一段静默的时间 并要来寻求我 并要来寻求我 就必须见 我们再画一段静默的时间 祂赐给了我们他的能力 祂赐给了我们他的阿 ض 祂赐给了我们他的阿恩 希望我們能夠確定對神的確確 給我們所有的恩典 祂也賜給我們很多的恩典 讓我們也把祂自己賜給我們 所以我們可以隨時隨地 讓我們去更加信心地來到祂的面前 求祂 我們有一切要為祂而活的收入 我所需要的 即便這整個世界都是反對我們 但是神是在我們這一邊 所以我想用兩個詞來結束今天的寶告 作為神的賊 我們要向神說謝謝 In Jesus name, Amen Amen